黄金山城 九份风景区 这个地方在陆路尚未开发之前 一切的物资都仰赖海路而进行 比较偏远 所以只有酒库人家 所以他们在对外采买的时候 出来采买的人都要准备九份 所以久而久之附近的人就以九份 来作为地方的地名 九份的发展过程 可以说是一段很精彩的财经史 大约在西元1890年左右 位居小金瓜不远处 有人挖到金脉 这使得原本只有九户人家的贫穷村落 忽然间聚集了三四千户的套金人口 这里有首屈一指的山海风光 在当时最高的记录当中 是有三万人涌入这个山城 深知于此山中 似乎会有支撑过去与现在混乱 在矿业稍微末弱的那个时代 九份的金矿在日本统治时期曾被打量且有计划的开采 今天我们看到的基山街就是当时最繁华最迷烂的街道 沿着街道是一场牌的酒店 茶室 每一天都有喝不完的大温酒 所以这些金矿矿工们 钱来得快去得也快 过去曾有归黄金矿开采历史的九份黄金山城 三十多年前已经结束了黄金的开采 三层的黄金变成了传说 而且整个区域逐渐的没落 到了最后甚至可以说是荒凉 但随着电影《悲情城市》 无颜的山丘 取景于此 九份又再度的崛起 有一句诗的九份的写照 就是春樱花夏清风秋王花冬云雾 是九份美丽多变的四季容颜最佳的写照 在入夜的时候 九份的黄金山城 聚落的万家灯火 和海面上渔船的渔火点点 更趁推出三层夜晚的宁静 令人动了难以忘怀 正因如此黄金山城九份 成为游客们必有知名的台湾观光景点